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不信啊 2034年 10年以后就翻倍 现在平均才100多万 现在要翻到200万 更不要人活了呀 我们要看数据说话吧 不管你信不信 首先你看这个 我们通过这个多伦多的每年的平均价格和每年的增负 你看从2000年 2001年到2023年 基本上都是4% 5% 9%以上的增负 如果某一你看有某几年突然间的15%的增负左右 你看2016 2017你看到没有 那百分之十几十年百分之有可能就翻倍 对啊 你看而且政府还进行过打压了 你可记不记得2017年就涨了 最近打压了一下 2018年就掉了嘛 最近也打压了 最近也打压了就掉了一下 十年以前是50多万 十年以前是平均是50多万 现在平均是100多万已经翻倍了 你看这是十年翻一倍吧 是不是 所以说到了2034年到200万还是很有可能的 但是再翻一倍翻到200万 从100多万翻到200多万和从50翻到100有点不一样 就是这个可能你现在处于这个情况下你觉得不可能 我记得我刚来多人多就是说读了一下书到2008年的时候听到有朋友说在豫苑村买50多万的房子 我就觉得不可思议 50多万已经不可以承受了吗 对啊 那时觉得那时大家平均工程也就才 刚出来就三万四万嘛 好一点的可能到了六万七万嘛在银行里面 你说买50多万的房子就怎么可能 十倍是吧 十倍 40倍 但是我们说的你拿到五万六万到手可能也就四万多吧 对对对 是啊 那怎么想到现在会100多万的房子了 对啊 现在愚人村都没有150万以下了 是啊 而且我们来看看现在在多伦多 他说最可以负担的房价是什么区域 嗯 最可负担 最便宜的不呢 对啊 首先他说最能够负担的是Marvin和Fudge Marvin其实是一个很差的地方嘛 你记不记得 对 我们要绕道走 在动物园那里向Marvin社区 是啊 那边那边治安有点不好 还有Morningside是多大的分校 那里差不多 也很乱的 Marvin和Morningside其实有一点都不是很远啊 他们俩都差不多在那一块 是啊 对啊 多伦多东区 多伦多东区等于是 释迦堡东区 释迦堡东区 从这个列表来说 我说稍微可以的是Doris Park和Kennedy Park 那里我去看了一下 Doris Park 这是北约客吧 那个还不是北约客 那个是在释迦堡Town Center 下面一点那些独立房子 哦 那些稍微相对吧 相对比较好 也好出租 我曾经去看过 还有这个Black Creek York University 这里都是差的地方 那里都是打截啊 我不是说是某一些人闯在那 对 有些也是比较恐怖的地方 还有一个什么 最后一个什么 什么Cliff 这个我倒没有太注意平时 South Cliff Berkeley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Marvin的方面 就是有什么样的房子 他说最能够负担的 看最便宜的来说 对 是他说平均价格是82万9 哇 平均价格最便宜负担平均也这么贵 对啊 就是2024年号月份已经跌了 已经从1.18万最高的时候 是2023年的时候 跌到82万9 那你加了很多 可能成交的小 成交的就少 Marvin的应该就是这一代是吧 嗯 对 这个Mahamlow以东 对对对 你看这里我们来看看 所以 我们先 那边有很多Townhouse 就是价格很低的 对 我们先看最近 最近30天售出的 最近30天还卖不少啊 对 你看独立房子 88万 这交价 80万交价 87万5 哦 这个可以啊 这个很便宜 这个但是Bangalow是吧 是 Bangalow如果在别的区还是挺好的 它有两个车库 它这个区没有房间价值 对 它地也不小啊 20尺呈 136 嗯 三家一卧室两个洗手间 嗯 去看看 嗯 外边就一般般的 在这个地区不要想着有房间的 豪华的房子了 对对对 就能住而已 可是里面就标准装修一下 连射灯都没按了 你看 嗯 刷个墙都可以啊 这个空间也很小 所以这个这个架构这个里面的那个布局 是很不算很好的 嗯 你看这个电炉也是比较差的 都没有出发 配个平板电炉 这个就是 你看这个台面也是木头的 不是大理石的 基础专修 基础都不能基础了 哈哈哈哈 它这个可能是有点错成 所以上面 嗯 你感觉 上下分租啊 可以 这是那种有点老的房子 50年代的房子 五六十年 它就老房子 稍微简单的装修一下 刷个墙可能就是 你看地下室也是 这个地毯的 它地下室是 看看它有没有那个厨房 没有 它卫生间 它没厨房 还有卧室 对 它这个就 画了一个平面图 非常一般的 你看这些都是非常一般的 嗯 八十多万 你看在这样一个 这个都要八十多万 对 装修很一般的 在一个犯罪率比较高的地方 还是要八十多万的房子 哦 那是不行 哈哈 一百 这还有一百多万 还有一百万的 我看到一百万的房子 长什么样的 穿车库 也差不多 没区别 这么区别 对啊 差不多 里面有设计 好一点点啊 这种要装修干嘛 这装修稍微好的 你看设计装上了 这稍微能够 档次提高点 它就多卖个十来万嘛 不止了吧 八十七到一百一 二十万 快二十万 二十万 你看这个弄个平 平板的电路 就稍微显得好看一点了 嗯嗯 而且它是那个 开放式厨房 它就真的装修库 全部设计都装上了 对 只要装个十万块钱 可能也要 对 但是外壳太差了 太难看 外壳差一点 它这房间多一点嘛 虽然是单车库 它就地比较大一点 六十一 乘一百一四四 哦 所以说我们在它太 在这样的一个地区 已经一百万了 它这里 这个是 FREE HOLE TOWN HOUSE 就看起来 就小一点也要把四万了 啊 FREE HOLE一样 对 它这个就是没有管理费的证务 哇 才二十乘一百一 本来它这个有点八十多啊 是啊 是超级破 OK 它们 刚才还提到一个地区就是在 释迦堡分校那里 我们也去那里看一下 嗯 释迦堡分校 释迦堡分校是在这个地方 对对 你看这都一百一十万了 约一百一十万 你看它是单车库的房子 那是三个卧室 四个石油间 嗯 这个还行 外壳做的还行 还有个车 车道也做了 对这个是稍微比较正常了 就跟那个Marvin那一代是 比较好很多的 感觉不一样 感觉都很不一样了 对 生活气息 厨房还是很旧 厨房旧一点 但像你说的 生活气息还是有的 地板也是中规中矩 对 哦 这个地板就丢了 它就可能没钱 或者经济上 没有budget去安 把整个房子都换了 这个是非常非常旧的 地板的款式 嗯 它的房间还蛮多 对 地下室吧台 对 所以说在这个 是所 所谓的 affordable的 也是 这里就烧贵了 110万 160万 在独立house 它这里有一些 有管理费的证物 可能就50来万吧 就专门出租给学生的 嗯 但这些呢就是 可能那个有点管理费 你看766的管理费 哦 700多的管理费 那有点贵 是啊 它这里这些都是专门出租给学生的 我们就是尽管 里面还是 还可以 就是它出租的价格稍微比较高一点 但是学生流动率就比较高 嗯 可能你呃一年就能住个10个月啊 11个月左右 有一个月可能要废掉了 嗯 那价格单价高一点 单价高一点 嗯 刚才你呃我们说了 还有一个是释迦堡town center 嗯 下面一点那个叫 Doris Park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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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往上面走 或者你在这里再加一个木板 把它分成两个门也可以的 对 你看它也没按摄灯 上面是厅 对厅和几个房间 你看它这种臭油烟机还是比较老实的 这个炉子也是比较老了 这也没什么升级 对没有什么升级 所以它才卖个99万 我们看看它快一点 过一下看地下室它弄得怎么样 我估计它地下室可能没做 没做 也是有卫生间 它也有厨房 这怎么回事坏掉 你看看 是不是被租客砸烂了 或者有可能是它想做没做好 就是说长期放飞在那 但是这种就是很有潜力 你看这个窗户那么大 你住在里面不是很不感的很压抑 它这个加了天花板 也不算觉得太低 所以说你这里 有点奇怪 你进来的时候 你看到地下室这边 它正在做 它拆掉 它是安装了一半 没做好 可能基金上或者什么样 但是这种就有点潜力 你花个 如果能找个便宜一点 花个五六万 就能够做个两十一斤 把它做完 对 把它做完嘛 对 做一半 什么意思 所以它这个最后也要接近一百万了 这个状况不算太好的 我们找一个一百二十万的看看它是什么样 一百二十万的这也是独立房啊 这是五十五 你看都是比较宽的 对吧 是三加二 两个洗手间 一个garage 这个应该是分门出入了 你看separate engine 所以这个应该是很好了 所以这个就一百二十万了 所以你说过十年 会不会能涨到两百万呢 这家做得挺好的 对 这家感觉都很不错 窗户啊 什么都是很不错的一个 色灯加上去 然后做staging做上 厨房也装修过 对 都转过台面也弄过 地上这间房子也很不错 一百二十万有道理 各有二十万 对吧 卫生间也做了 这都是 它的地下室做的怎么样 因为地下室做的很好 它也有 也差不多打理了一下 没有厨房 一个卫生间 看看有没有厨房 我觉得应该有厨房 没有 它说分门出入的话 哇 这里做的还不错 他们这个古老的那种 找碰木头 就不觉得很奇怪 他厨房这样做的 跟卫生间做在一起 我真是 我觉得其实也可以 它没有灶台 你看看 它没有灶台的 它就是因为没位置了 它就这样随便放在这里 它这样省了一下嘛 它就把 但是它没有 但是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你差一个就是你洗吗 对啊 洗完以后你端过去 穿过洗衣机过去 跟 它是有一个考虑说 你如果把这种地下室出租给那种刚来的新移民的话 他可能不太在意这个 以后这种人呢 他不会常住 如果你住了一个 在本地长大的 在这里常住 住了 像我们上一个视频说 十年里都不涨租金的话 他有什么跟你闹性的话 你就不太好 这也对 你就经常换一换 然后涨一涨钱 跟上市价 对 就说也不要给他提供太好的环境嘛 但是住了下去就行了 是吧 好吧 我们你看 就是这些比较差的地区也是 99万100万的独立号 是吧 半独立也到接近100万了 就刚才看了 对 刚才看了有一个是 200万 那因为这工资得多少钱啊 十年以后 如果最便宜都200万呢 一月工资能挣多少钱啊 要挣20万 到时候 可能平均工资20万 可能有一部分人 就永远买不起房子了 对啊 要不然 你看你5万块钱的时候 市场价50万 然后10万的时候呢 市场价100万 那20万的时候呢 那你到十年以后 会不会工资 每个人都有20万 我看加拿大涨 不会涨这么快吧 对 在加拿大那个工资 其实没怎么涨 但是他那个 最低工资 倒是涨了不少 我刚来的时候是8块钱嘛 现在13块 可能 13 倒是有 一点小翻倍吧 但是 再翻倍 但是那种 稍微 IT啊 会计那些 没涨多少 就是以前 6万多 7万 现在可能8万 9万这样吧 那就完全赶不上了 赶不上了 没上车 上不了车了 是 所以我们看这个 再回来看这个图 政府也是有打压一下房市 但是政府呢 他不可能像某些国家一样 不准你某些人去 直接不准某些人去买房子 他就说通过一些 经济杠杠杠 对 说我加税 就说 最近不是加了一个税吗 是 如果你是投资房的 你不是自住的 如果你 超过25万的收益了 就你一个房子 50万买来 100万卖出去 已经超过25万的收益 超过了25万 的那个收益 就是 要多加一点 税 就是说你赚钱了 以后再给你加税 对啊 所以这个还是 有点人性啊 但是 虽然通过打压了 这个只是轻微的掉了4% 2023年也是轻微的掉了5% 我们要看看 2024年究竟是掉了多少 我们就更好能判断 究竟 2023年是不是能达到 200万家元的 多人多 平均价格吧 那个房屋的平均价格 好吧 由于实验关系 我们今天这个话题 先聊到这里 好 好 喜欢我们这期的朋友 请多多的点赞 关注转发 并打开小铃铛 以免错过我们的更新 欢迎在我们的会员频道 和Discord讨论群 支持我们 好了 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 下期见 拜拜 拜拜